今天以天国家族和天上母亲为主题 和各位一起查考一下上帝的话语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一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如此短暂的人生之中 所以,要在人生时光中 为人生结束后将要去的天国提前做规划 不是吗? 就像各位在这世上都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一样 愿各位将天国规划也加入到人生规划之中 所以,今天我们以天国家族和天上母亲为主题 一起查考一下上帝的话语 上帝为何将圣经的教导和真理话语赐给了人类呢? 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此问题,是吧? 不信上帝的人经常会这么说 人死了才知道有没有天国 人都没死 还谈什么天国啊? 这世上的很多人都没有领悟到天国的必要性 这世上的生活固然重要 但圣经的话语却是上帝为了让我们提前为下一个世界做准备 而给予的智慧教导 不是吗? 很多人说 在这世上活着 信上帝能有钱花还是有饭吃 他们总说这种令人惋惜的话 但我们的人生岁月如梭 一年的时间也在转眼间飞快地流逝 不是吗? 不知道各位如何 但我感觉一月一日的新年祈祷礼拜 好像就发生在不久之前 时间过得太快了 因为我们的人生过得如此之快 所以有些人总考虑养老对策 我和各位说过 真正的养老对策是为天国做准备 是吧? 我们若真想做好养老对策 就应该首先为天国做规划 所以上帝为了让我们提前为天国生活做准备 亲自来到了这世上 不仅教导我们新约真理之道 在世上教会都遵守星期日礼拜时 上帝让我们遵守安息日礼拜 但他一辈子却都在韩国生活 如果他的人生规划是这样的话 那么他学英语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应该是有个梦想 要么是想去美国或英语圈的国家旅游 要么是想与这些国家做生意 或因为别的原因才会去学英语 不是吗? 同样的道理 我们学习上帝之国的新约 度过顺从话语的信仰生活 热心的传播福音 这一切都是在为天国做准备 并不是世上的所有人都在做准备 我一定要去天国 只有拥有这种意志的人才会想 我要学习新约和圣经的教导 要照着圣经的法度和旨意去遵行 不是吗? 我们的人生极其短暂 我们要为人生结束后的 下一阶段采取措施才行 上帝说 按着定名 人人都有意思 此后且有审判 接着会出现属灵世界的生活 那时 我们要去哪里呢? 很多人 为了过好在这世上的生活 将腰带勒紧 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存到银行 为养老做准备 我们也要懂得预备才行 想要去美国的人 不仅会学习英语和美国法律 还会提前了解 美国汽车的方向盘 是在右侧还是左侧 汽车是左侧通行 还是右侧通行 去英国后 我发现汽车都是左侧通行 所以很惊讶 汽车方向盘在右侧 所以汽车左侧通行 因此我意识到 原来英国的道路交通法是这样 在韩国 都是右侧通行 而在英国 却在左侧通行 只有提前熟悉 掌握这些内容 才不会造成不便 不是吗 我们在这世上 也要掌握新约 好好掌握父亲的话语 好好倾听母亲的话语 为了教我们 在将要去的天国 没有任何不便 所以在这地上 上帝教导说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要如实地小遇 教导家人 不是吗 我们不能加添任何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们所加添的想法 在上帝之国 没有任何用处 所以圣经才教导我们说 不可在话语上怎样呢 不可加添或删减 是吧 我们应该仔细地查看 马太福音28章 好好地思考一下 为什么说 当我们照着上帝的真理法度 去遵行时 才能抵达永远的天国 请各位翻开 马太福音28章 我们一起看一下 马太福音28章18节教导 28章18节中记录说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 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 子 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及敬礼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怎样呢 都教训他们遵守 耶稣让我们教训世人 遵守什么样的内容呢 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 这才是我们去天国时 所需要的内容 因为父亲母亲知道这些 都是我们去天国时 需要的内容 所以才赐予了 我们在天国 所需要的法度 不是吗 我们一起看一下 《启示录》22章18节话语 22章18节中记录说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 预言的做见证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 加添什么 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删去就是去除的意思 若去除什么 上帝必从这书上 所写的生命术和圣成 删去他的分 绝不可加添或删减 这是在教导我们 为了在天国 作为天上有君尊的祭司 永远生活 必须要照着上帝 在圣经中 效益我们的教导 去遵守 遵行 不是吗 所以 耶稣也曾说 凡我所吩咐 教导你们的 都要正确地教训给全人类 而且 上帝也只为那些 适应其教导 并正确遵行的人 打开了回永恒天国的道路 我们查考圣经 并不仅仅是为了 在这地上的生活 因为上帝 小玉我们说 你们是天上的国民 所以 我们每天 都要度过 合乎天国的生活 才行 现如今 世上的众多教会 都教导人们 说 上帝就是父亲 他们还教导说 天国没有母亲 但 上帝的教会 却强调说 天国 确实有天上母亲存在 对此圣经中 有明确的记录 那么 天上母亲 是否真的存在呢 对此问题 今天和各位一起 通过圣经来查考一下 请各位翻开 其实录四章 看一下 其实录四章 十一节教导 其实录四章 十一节中 记录说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上帝 你是配得荣耀 尊贵 权柄的 因为 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 是因你的旨意 被创造而有的 这里说 上帝创造了万物 可是 在创造万物时 都加入了 上帝的某种意图 说万物的创造中 都有上帝的旨意 虽然地球在全宇宙中 只不过是比沙尘 还要小的 微乎其微的星球 可上帝却说 它是带着 深意创造了地球 圣经还小于我们说 地球中的 所有万物 都是因 上帝的旨意 被创造而有的 不仅是动植物 还有天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 田野上奔跑的 各种牲畜 以及我们人类 没有一样 是无旨意地 被创造而有的 那么在这里 有一个需要 我们思考的问题 那就是 与其他星球不同 地球被称为 生命之星 我们若仔细思考 生命这一词 就会发现 若是没有母亲 生命是否还能存在呢 若没有母亲 生命绝不会存在 是谁 如此创造了生命呢 是上帝 在太阳系中 唯一有生命存在的地方 就是地球 那么上帝 让生命存在于地球上时 只要有生命的地方 都会有谁呢 都会有母亲 稍微思考一下 就会发现 天上的飞鸟 若没有妈妈 能生下子女吗 对飞鸟使用子女这一词 或许不太恰当 但这只是为了 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海里的雨 若没有妈妈 海里的所有生命体 果真能继续繁衍后代吗 不能 必须要有妈妈才行 还有在田野上 奔跑的各种牲畜 他们若没有妈妈 会怎样呢 能延续生命吗 不能 是谁如此创造了这个世界呢 圣经 小玉我们说 是上帝如此创造的 上帝照着这样的体系 创造了地球 上帝全知全能 又充满权柄 上帝为何 没有让爸爸 孕育生命呢 这里面隐藏着 上帝的旨意 希伯来书 八章五节中记录说 这地上的事 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那么 在作为形状和影像的世界 通过妈妈 孕育生命 是意味着天上事解 也必定有谁存在呢 这是在小玉我们 母亲上帝确实存在 因为 人们在没有理解这些内容的前提下 去查考圣经 所以 无法将上帝教导 吩咐过的真理 正确地显明给人类 结果 全世界都在毁谤 有关母亲上帝的真理 阻止人类 踏上真理之路 但是 我们的目的地 是天国 当 永远的天国来临时 我们就会明白 上帝为何教导了我们 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 以及 新约与月节 等所有真理 当然 现在的我们 也需要这些真理 可这些真理 却是我们 抵达永恒天国时 最需要的真理 当我们 抵达天国时 聚在新约中的人 和 没聚在新约中的人 聚在真理中的人 和 行不法之人 会被 完全区分开来 所以 上帝才说 你们 要相信我 跟随我 凡 我所教导你们的 都是对你们 有益的 都是 为你们好的 上帝这样说过 不是吗 今天 我们通过 启示录四章 十一节话语可知 万物 都是照着 主的旨意存在 照着 主的旨意 被创造而有的 上帝 在创造生命之星 地球时 叫 所有生命体 都通过母亲 延续生命 上帝 之所以 如此创造 是为了 小育我们 在天上的 属灵世界 也会通过 灵的母亲 赐予子女们 永远的生命 其中 蕴含着 这样的 上帝的旨意 我们通过 马太福音六章 确认一下 此事实 看一下 马太福音六章 九节话语 六章九节中 记录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 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 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 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耶稣教导全人类 祈祷时 要献此祈祷 那么 在主导文中 所出现的 父亲 这一重要的单词 是在什么地方 使用的称呼呢 这不是在公司 使用的称呼 也不是在国家机关 使用的称呼 更不是在工作场所 使用的称呼 我们在哪里 使用这个称呼呢 这是在家庭中 使用的称呼 而耶稣 让我们称上帝 为父亲 我们在八节中 简单看一下 此场面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 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 早已知道了 耶稣教导 祂的门徒 以及全人类 说 要称上帝 为父亲 父亲 是在家庭中 使用的称呼 作为在家庭中 使用的称呼 我们通过词典 查找一下 父亲这一词的意思 父亲 是指有子女的 已婚男士 是吧 一个人 若没有子女 即便年龄 到了五六十岁 也不能成为父亲 难道不是吗 因为他没有子女 所以 既然有父亲 这一称呼 我们就可以推测出 上帝肯定有他 灵的子女 有他的儿子和女儿 不是吗 那么 这只是我们的推测呢 还是圣经中 有这样的教导呢 圣经中 确实有这样的教导 请各位翻开 哥林多后书六章 我们看一下 哥林多后书 六章十七节话语 六章十七节中 记录说 又说 你们不要 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我要做你们的父 你们要做我的 什么呢 儿女 这是全能的主说道 借此内容可知 上帝被称为父亲 即在家庭中 所使用的称呼 而相信上帝的人 则被称为 上帝的子女 即儿子和女儿 那么我们西安家族 都是上帝的儿子和女儿 既然有父亲 还有儿子和女儿 那么 是谁将生命 赋予给了儿女呢 我们肉身的生命 都通过肉身的母亲 所得 那么 灵魂的永恒生命 究竟要通过谁 才能得到呢 必须要有 能够赐予我们 灵魂永恒生命的人 不是吗 这世上 若没有母亲 就不会有生命 之所以称地球 为生命之星 是因为地球上 有母亲 不仅海里的鱼 有鱼妈妈 天上的飞鸟 有鸟妈妈 在田野奔跑的牲畜 也有它们的妈妈 那么 只有动物世界里 如此吗 若没有母亲 植物世界 会存在吗 不可能存在 凡有生命的世界 都会有母亲 那么 这是我们 捏造出来的诡辩呢 还是圣经 小于我们的 上帝的教导呢 我们应该 清楚此问题才对 不是吗 如果这确实 是上帝的教导 那么 凡是主张 没有母亲 上帝的教会 就都是假教会 他们既不能成为 天上的国民 也无法获得 上帝应许的救恩 因为启示录 二十二章 十八节中说 若有人 在上帝的教导上 加添什么 上帝必将灾祸 加在他身上 若有人 删去什么 上帝必将 删去他 进入天国圣城的特权 所以 我们必须要弄清 天上母亲 究竟是否存在 才行 关于天上母亲 我们不能 只单纯地区分 到底存不存在 还要明白 天上母亲 在我们得救的问题上 是最关键的核心要素 上帝被称为 父亲的决定性因素 就是母亲 若母亲不存在 也就不会存在 父亲一词 不是吗 那么 我们就有必要 通过圣经 确认一下 上帝的旨意 是吧 请各位翻开 《创世纪》一章 在这地上的养老对策 和日常生活 也固然重要 但 比起这些 我们更需要提前 为天国做准备 愿所有西安家族 努力为天国做准备 不仅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也能享受美丽的天国 看一下《创世纪》一章 二十六节 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 造什么呢 造人 如果是一位父亲上帝 创世纪 创造了人类 和天地万物 那就不适合使用 我们这一词 但这里记录说 我们要照着 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 造人 若只有一位上帝 那应该说 我来创造 不是吗 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 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 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 一切昆虫 继续看二十七节 上帝就照着 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 他的形象 造了什么呢 造男造女 说照着上帝的形象 创造了男人和女人 在这里 上帝称自己为 我们 在创造男人 和女人时 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 我们的形象 造人 上帝没有说 要按照 我的形象 造人 而是说 要按照 我们的形象 造人 然后照着 上帝的形象 创造出了 男人和女人 既然说 是照着 上帝的形象 造了人 那么 这就意味着 造人时 直接复制了 上帝的形象 不是吗 那么 我们就要思考一下 复印记的原理 从复印记的原理来看 即便 不知道 原件的内容 只要看到 复印记 我们 能不能知道 原件的内容呢 这与复印记的原理 是相同的道理 照着 上帝的形象 创造出了 男人 和女人 那么 我们就能领悟 作为原件的上帝 肯定有 男性形象的上帝 和女性形象的上帝 是吧 全人类 一直称 男性形象的上帝 为父亲上帝 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称呼 女性形象的上帝呢 所以说 若没有母亲上帝 就绝不会有上帝所应许的 永远的生命 上帝在创造万物时 完全有能力 可以让父亲 独自产下子女 独自养育子女 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 可上帝没那么做 这都是有原因的 为了小于我们 天国有母亲上帝 上帝不仅创造了 父亲 还在各家庭里 安排了 赐予子女们 生命的母亲 这说明 在永远的天国 不仅有我们的父亲 还必定有谁呢 我们在天上的母 圣经小于我们说 母亲上帝必定存在 那么 只有创世纪一章中 提到了母亲上帝吗 请各位翻开 加拉太书四章 我们看一下 加拉太书四章 二十六节话语 加拉太书四章 二十六节中记录说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 是自主的 她是谁呢 她是我们的母 在上是指在天上 即在天上的耶路撒冷 是自主的 说她是谁呢 有些人狡辩说 因为是韩文版圣经 所以才有此记录 对此内容 希腊语原文圣经 也同样记录为 我们的母 英文圣经中 也同样记录为 我们的母 西班牙语圣经中 也记录为 我们的母 圣经的每一处 都在证明 母亲上帝的存在 为了小于我们 没有母亲的地方 就没有生命 上帝在地球村中 创造万物时 无论是动物 还是植物 让所有生命体 都有他们的母亲 我们看一下 罗马书一章十九节话语 罗马书一章十九节中 记录说 上帝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上帝 已经给他们显明 继续看二十节 自从造天地以来 上帝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上帝 将他眼不能见的神性 投影在了万物之中 那么 我们通过自然界的万物 能不能理解 眼不能见的上帝呢 这自然界 就是上帝 为了让我们了解 他的神性而创造的 所以才说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自然万物中 在天上的飞鸟 海里的鱼 田野上奔跑的牲畜 它们通过谁获得生命呢 都是通过母亲获得生命 进入二十世纪后 众多学者 对生命的根源 进行了研究 结果证实了 没有母亲 就绝不能给子女们 赋予生命 证明此结论的证据 就是线粒体DNA 学者们说 父亲的线粒体基因 一点都不会遗传给子女 只有母亲的线粒体基因 会遗传给子女 如果没有线粒体 我连一秒钟 都不能站在各位面前 讲道 根本无法站在这里 换句话说 线粒体基因 就是生命物质 说如此重要的线粒体 只有通过母亲 才能遗传给下一代 那么 没有母亲的世界里 会存在生命吗 不会 上帝就是这样 创造了世界 今天 我不是凭着 人为的解释和想法 说这些 而是本着 《创世纪》 到《启示录》的内容讲论 称自己为 我们的上帝 早已从《创世纪》一章 就开始说 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 一同展开 所有救赎事工 并一同引领 六千年救赎事业 然后说 在什么时候 向全人类显现呢 在末时 就像上帝 在六日创造事工中的 第六日末尾 创造了夏娃一样 耶路撒冷天上母亲 会在六千年 救赎事工的末尾登场 亲自召唤 引导所有西安子女 并将他们 迎向永远的天国 上帝通过 圣经六十六卷中的预言 享誉了我们此事时 上帝在《罗马书》一章 和《启示录》四章中也说 我在创造天地万物时 没有一样是无旨意创造的 我不是这样教导你们了吗 我将眼不能见到上帝神性 展现在了自然万物中 为了让你们明白 我做了这样的创造 不是吗 就像肉身的家庭中 有父亲 有母亲 还有弟兄姐妹一样 在天上属灵的家庭里面 除了有父亲和弟兄姐妹 还必须要有谁呢 必须要有母亲上帝才行 上帝应许说 通过母亲上帝 会赐予子女们什么呢 约翰一书二章中记录说 上帝所应许我们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永生 那谁能获得这永生呢 这永生是上帝给那些 相信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的子女 所应许的祝福和真理 我们获得了永生 才能去天国 因为经上说 上帝之国是不再有死亡的地方 上帝将这样的救恩和祝福 赐给了相信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的我们 愿我们再次将感谢和荣耀 归于上帝 希望各位都能成为 进入永恒天国的天国家族 以此结束话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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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